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 我身邊仍是施永青先生 以及施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今個星期,我的心情非常興奮 因為股市在過去一個星期 無論A股或港股升幅都非常顯著 即使星期五有少少調整 但整體來說,升得非常誇張 浩德,我要先恭喜你 我知道C基金創新高,基金價格到140元 你會否品評兩句,現在市況會繼續升上去 或是你之前所說的,可能會有少少調整 我覺得這段時間,我之前用過的形容詞 事實上,這星期的反應也是 升得急,必定會就搓 這個世界有甚麼時間,股市不會搓 不動就不搓 必定會見到的情況,這段時間 很多投資者進來 短線升得很急 上落一定很多 如果你看回,今日單日星期五 好像單日匯回來一些 但你拉長一點 我覺得市場的節奏都是向上多 我覺得當然要留意一下 近期本地香港的疫情,可能會有轉變 我覺得港股的確確率會多一點 但A股的勢,我覺得應該繼續向上 詩先生,我知道你在投資市場有經驗 其實過去一星期,這種誇張升幅 我相信你都見過不少 你自己怎樣看呢 你應該要先避免,還是繼續衝進去 投資市場,其實都是賭博市場的成份 很多 大部份的小投資者日市,都是一窩蜂 跟紅頂白,這些市場是賺錢的機會 亦都是傾家蕩產的機會 你沒有這樣的升法 亦都不會一下子反而跌到很厲害 我相信現在是為將來的下跌 作基礎 但是這個下跌,是不是更快會來臨呢 我覺得很關鍵,現在的升市 都是貨幣因素造成的 美國是否繼續QE 其他地方是否繼續行寬鬆的貨幣政策 是影響股價的一個很重要因素 最近我看到有些消息 美國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有少少縮 連續四星期,好像都少了一些 會否改變 如果這個政策改變,影響更大 不知道你有否留意到這些情況 如果大家有關心環球經濟發展 尤其是大家知道,近期股市資水這麼厲害 當然最主力的原因是引錢反而 大家都看著聯儲局資產負債表的平衡 其實每個星期都會公告一下 應該是星期三 其實過去六月份開始 好像施先生這樣說 好像按週有少少下調 是否大家開始擔心 整體聯儲局引銀指的速度 不單止沒有加快,還扔轉減慢 不過我們都做過一些研究 如果你看清楚 聯儲局最新的資產負債表的規模 達到七萬多億 當中有四萬多億 直接聯儲局去買美國國債 所謂財政部引員出來,聯儲局去買 其實這個趨勢仍然向上 四萬多億,按週都沒有下跌 但為何公告出來,七萬多億會下跌 今年有個很特別的情況 如果大家記得,在三月份的時間 其實市場很動盪,因為疫情 整個資本市場其實都很混亂 金又跌,股票又跌,債局又跌 當時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全世界,無論是美國本土 或者國際市場上,是不夠美元 因為大家多天擔心 疫情會令到很多企業受損 很多市場可能出現有熔斷的時間 所以全世界都有一個小小擠堤的情況 當日聯儲局用他的身份,借了很多錢 給世界各地不同的央行 包括香港金管局都有 他的方法是,美國聯儲局借出美金給不同的央行 來到香港,金管局拿著美金 可以再借給當地的銀行 再借給當地的企業 令到美元的流動性,不會出現一個很大的緊張 但是現在,大家過了幾個月 所有事情,不是說好完 不過相對於三月已經沒有那麼緊張 大家忘記了,看到股市 其實很緊張 所以各地的央行,將那些錢 退回美國的聯儲局 整體的7萬多億,有按週有消息下跌 其實是有這個原因在後面 其實聯儲局自己都有一個清楚的分析 告訴大家,資金流向如何按週縮 簡單來說,不需要太擔心聯儲局開始收水 因為我聽了一些分析 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開始縮 是否代表無限QE告一階段 我看客觀情況,不應該出現 一個是美國疫情其實是 你說第二波也好,說第一波也沒有原油力 對經濟所造成的破壞已經開始出現 聯儲局,應該是美國政府曾經一度花了很多錢 去救企業,救個人,送錢給個人 第一輪的舊市,我怕不夠 很明顯需要第二輪再增加 第一輪每個月的六百多元美金 應該到七月就停 所以已經放風,要再增加 如果它花光,都未救到經濟 那些人又沒有辦法開 所以應該很快又要推第二輪的舊市措施 推第二輪的舊市措施 錢從哪裡來呢 之前都不夠花,要發新債才夠錢 所以美國政府一樣要重新發債 重新發債,靠誰買呢 很大的支持者是靠聯儲局 聯儲局又買多些債,資產負債表怎會縮 所以我覺得機會不大 施先生認為,美國很難在當前的水平收貨 但我們看看香港的情況 其實香港之前防疫做得很好 但一放寬,就馬上彈上來 即是確診人數 會否這樣推斷,美國在一個頗長的時間裏 其實仍然都要非常寬鬆的政策才能支持 要不就是財政政策寬鬆 另一個就是限聚政策收緊 現在美國特朗普叫各地快速為經濟要開放 學校都說你不開學 錢都不撥給你 他們想社會恢復正常 而不將控制疫情放在相對高位置 香港整體的意向就是生命第一 經濟受損都沒有問題 為了保住大家的生命 控制疫情 經濟利益要犧牲 如果大家採取不同的方法 我自己看美國的疫情 沒有可能 每天死亡人數 確診五萬、六萬人 你還開放經濟回復正常 回復正常只是加快去感染 所以我認為 美國的疫情 或者美國的一方面經濟活躍 不出奇 但需要打救的人 依然還要繼續打救 聽師三說 美國的情況 尤其是在擴張政策方面 都應該會繼續持續 有一個資產 兩位都討論過 就是黃金 黃金早前又回到1800元以上 水平 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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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黃金的升勢 都蠻特別 黃金通常大家覺得是避險的 總是在大市不好的時間 黃金表現特別突出 但你見到這一段 其實 不單是黃金在股市很暢旺的情況下 都會升 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不單是避險的需求 原來印銀紙的資金氾濫的情況 所有東西都受影響 大家要找一個比較安全的方法 所以黃金其實作為一種 對沖印銀紙氾濫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工具 我相信 去到1800元 應該跟師三之前說 可以去到下個限量頂 我記得是5000元 剛剛衝破上市的高位 111年高位是1900元 我認為今年也很快到 如果衝破上市的高位 就進入無人之境 當然現在 像M字的頂上去 遇到阻力跌下來 你就說它是雙頂 但如果你衝破了 我自己看是有排衝 現在的情況 剛才說美國要救市 不可能不用寬鬆的貨幣政策 如果你是不斷地增加貨幣供應 貨幣的購買力 一定會下降 最近也有不同的人 美國投行的人 或者一些新債王 都說美元的匯率是有壓力 有些人說要跌35% 如果美金本身受壓 另一種保護方法 就是買貨幣 最初貨幣都是黃金的 證明你的全金有多少 即是金本位的年代 你看1971年 未放棄金本位之前 是35美元 換一盎司黃金 現在是1800美元 如果說金價就跟那時升了50多倍 如果說美元的購買力不見了90多% 剛才先生說債王 我記得他好像說會再跌有三成 如果這樣推論 美金對黃金 如果是一對一的話 就會去到2300-2400美元 而且以前人們不賣黃金 就沒有息收 現金都差不多沒有息收 黃金沒有息收 是很不合理的事 放張銀紙 只不過是黃金證明的券 都可以有息收 為何增金白銀投入銀行 反而要收你倉租 就沒有抵押作用 基本上都是美國政府的取態 不想美元的貨幣功能 受到黃金的挑戰 有另一個資產 很多香港人都很關心樓市 現在看到錢是繼續流入香港 如你所說 美國是繼續QE 而美元是貶值 你預期會對香港樓市有甚麼特別影響 香港樓市都是資產一種 那麼多種資產裏面 樓、黃金 是比較實質的資產 其他債券、股票 都是可以創作出來的 是印出來的資產證明書 所以有些人為了保值 他都是傾向持有實質的資產 所以我認為有一定的資金流入房地產 是必然的 但房地產 是不動產 你買了房地產的最大的缺點 你就拿不走 那些必然受當地的正經形勢影響 所以買得房地產的人 應該對當地的前景是抱有信心 另外除了拿不走之外 你套現也困難 你放盤,又要帶人看樓 又要傾按揭 又要同業主討價還價 你買賣房地產 差不多一兩個月限定 這麼難套現的東西 都有人去買 其實代表買家對當地的前景 是抱有一定的信心 如果是沒有信心的話 其實一有這些風吹草動 其實是多人賣出 少人賣入 現在就叫做 譬如上個月開的新盤 都賣得相當好 這個月會不會慢一點 譬如股市有調整 樓市調整一下也不奇怪 一輪新盤出了之後 貴飽了 消耗了扣密 消耗了扣密 現在新生的購買力 其實在經濟不好的時候 就不多 譬如 不是因為 找工作容易了 升職 家人工多了 如果那些 都好 就是經濟很大動的購買力 現在是 儲存的購買力 出不出回來 香港 香港 我相信經濟增長 不要說是慢 會負增長 今天疫症又再次 少有 對樓市來說 新增的購買力 是少的 是靠積累的購買力 引發出來 但香港的積累的購買力 是相當多的 社會上有那樣的問題 是壓抑住購買力的 就我看來 經過上次的社會事件 經過疫症 經過現在有國安法 香港樓市受的衝擊 已經很足夠 嘩嘩嘩 都未曾散 接下來有什麼新的消息 會否令它散 但我看不到有太多好新的消息 會令它散 但是你說 每月輕微上落 3-2% 就不出奇 但整體我看不到市會作大調整 始終樓市 雖然很多人都希望它跌 但也沒有跌 剛才先生跟疫症 好得你上次提到 你認為第二波疫症 即使出現的影響是微一點 現在香港叫做開始 又再多人確診 你在組合中 有沒有特別的事做過 而防止港股受影響 而影響到市分 我們自己覺得 在所謂疫情 第二波 或者有些人不叫第三波 香港反應比較大 在國內 似乎 那個單位反應比較小 我們自己的部署 都有點避開 跟香港本地經濟 太過息息相關 例如零售 或者香港不動產的板塊 我們都少了 你見到這幾天 市對疫情消息反應比較大 都是那些 因為大家擔心 如果再次限聚之後 對很多 尤其是前線的行業 會有影響 我們都覺得 那些要小心一點 以內地的情況看 我認為疫情要控制 都不是做不到 北京風台區曾經一度 都爆發 突然多了很多 但它用很嚴謹的方法 限制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限制交流 實際上最近已經控制了 其實主要大家能夠 嚴謹地去做兩個月 如果全世界一起做兩個月 我相信 就有機會控制住將疫情大量降低 現在就不是 你做兩個月 他又不做 你做完他又惹回你 惹來惹去都不知道惹到什麼時候 但是 我認為是控制住的 辛苦一個到兩個月 北京都做了一個多月 已經控制住 當前的政治環境 我打算全球合作 可能比新疫苗更難控制病毒 最後我想問一個問題 師生 剛才我們疫症說過 師生提到政治 近來也有一個傳聞 說美國真的會有機會 即使不是很辣 但也有可能會針對香港的銀行 有些制裁 你們兩位怎樣看 認為機會大不大 或是 實際上會是立場為主 但其實實際影響比較低 全面制裁 我認為不會 全面制裁 是整股美國自己 我都不知誰想到這種方法去害美國 美國領導人如果聰明 一定不會叫停 美元結會 或者要沖倒香港的聯繫匯率 尤其是 美元本身的價值是全世界通融的 儲備貨幣 交換貨幣 你不讓中國做 你是少於一大堆市場 令到你的價值 你的貨幣價值 越多人接受 越有價值 最活躍的國家 經濟動力最強的國家 出口最多的國家 你不讓他用美元 自費武功 所以我認為 他不會一下子做 但你說 哪些銀行 不太聽他的話 在某一個個別事件上 制裁你一下 讓你覺得痛 下次我叫你做 你不要配合 這樣就不會 但是 大家用美元掛鉤 聯繫匯率掛鉤美元 顯示美元的地位 你不讓他掛鉤,一會兒被迫掛鉤 掛人民幣 美元的地位就下降了 他不會這樣做 浩德,你怎樣看 我覺得 所謂制裁 我相信 國人判斷 可能制裁中國的國有銀行 就有機會 很大意志 但是 制裁國有銀行 純粹影響生意 但不會影響到 本身 如果他說 其他跟國有銀行有關係 國有銀行自己做不到 他可以給匯豐做得不可以 給City Bank做得不可以 如果他除非 連這些都不可以 我就會出現 剛才 將整個中國的經濟 真是 discconnect 他這種切斷的方法 對世界對美國都沒有好處 先生,你這個方向 有一個理性的方向 過去幾年都很多人看錯了特朗普的做法 會不會在選舉之前 他會比較進取 人家說特朗普 看他好像亂來 其實他的政治立場 其實他都做過 民意調查 知道自己這樣說 是有人支持 才做的 就不是純粹 只是政治正確 跟著做 他夠膽不跟政治正確的事 去做 他都有一些 民意調查的基礎 知道自己做了 會有一些人 看到 以及現在美國 就來選舉 最重要是 爭取搖擺州的選票 美國很多州 已經定型 定型的意思是 美國有史以來都沒有怎麼變 這州是民主黨的 那州是共和黨的 有幾州有時擺 搖擺州的 那些搖擺人士的 爭取 就是勝負的決定 他們分析 這些搖擺人士的生態 究竟會贊成哪些 我自己覺得 他會不會瘋了 他不會瘋了 他都有很多 美國的既得利益者 會扯住 遊說 我接觸很多 外國公司 甚至一些投行 其實他們仍然想做中國生意 中國現在都開放了市場 給他們做 所以關鍵就是 中國要比以前開放 外商在中國 也好在香港也好 利益有得保障 營商環境 還可以維持 資金 就會繼續留在這裏 如果資金選擇留在這裏 你不讓他 結匯 有很多美國自己的公司 美國自己都受選 所以似乎兩位對股市前景樂觀 金價樂觀 亦對制裁方面的影響 相對地認為 未必是想像或全民中 長遠 香港人真的要重新定位 因為很多東西都變了 例如你以前 做零售業的規模一定縮小 飲食業的規模一定縮小 除了美國制裁之外 疫情之後 整個人類的社會活動方式都變 你是不是要重新 找其他工作 你以前 譬如帶資金去大陸 大陸都有資金 不需要來 你要帶資金去外國 帶資金去歐美 尤其美國 若若不讓你去 以前你會帶他去美國投資 現在你要試一下 可能去埃塞俄比亞 香港人 即使要做經紀 你的撮客對象都不同 所以香港未來的定位 必然比疫情 比中美的磨擦 是全國翻轉頭 整個反轉 不同的運動 有個人說 我拿到褲炸牌 推牌 洗過他再玩 現在就洗過他再玩 就看誰 在新的一局中 找到好處 前景可能會相對多些變數 但暫時來說 股市的反應 似乎香港前景仍是可以的 希望大家再密切關注牛市 看看會否更進一步 下星期會反彈上去 關心C基金的朋友 記得留意我們的網站或Facebook直播 可以打以下的電話找到我們查詢相關資料 今天謝謝大家